袁文哉逐就书接上一会,小燕就把他穿渴色的三个男人一掌就拍回草棚里面,那个男人的胸骨就马上断了几条,猛地吐血,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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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 要踢他,问他拿解药出来,这阵那个男人真是有戏武力就说,我真是没有解药了,唉,你杀了我都这么说的了 你以为你这么说,我就没办法对付你啊? 你怎么对付我都好了,我都半条人命了 哼,你不用炸死啊,我可以用把刀呢,在你身上弄几百条痕 然后在伤口里撑点盐,打死你,你信不信啊?这里有很多盐的 喂,喂,不要这么凶惊,行不行? 什么不行啊?我什么都敢做的 你,我看你的样子,都像俠二上的人物啊 要不要用这样的斜牌手段啊? 我什么时候告诉你,我是俠二上的人啊? 那,那你是什么人啊? 狗幽小怪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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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你,你是狗幽,狗幽小怪啊? 我说,狗幽小怪啊,我说,被斜牌的人中斜啊 你拿不拿解药出来?你不拿了吧? 好,我动手了 小远说完,去个粉档的砧板里拿一把切肉的菜刀出来啊 那个男人还是死硬颈,一咬牙关就说 我,我真的没有 你动手啊,你 哎呀,你这么硬颈啊,好 我看你怎么担心才行 我有办法了 他有什么办法呢? 原来的小燕拿回你桌上,还剩下那个碗汤粉 让他手捏开那个渴色三男人的口 拱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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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那些汤粉灌到肚子 啊,这阵那个男人有点害怕 你,你好,我死了 你那两位朋友都迷上志而生 那你不是说你都读不读得死人的吗? 我那两位朋友怎么会死啊? 如果一日之内你得不到解药 他两个不单止武功全废 人就一世瘫痪 比死了更惨啊 是啊 不过我再告诉你听啊 那为什么你的毒药读不到我呢? 哦,这件事 我都感到奇怪啊 奇啊,你,告诉你听啊 因为我身上呢 又可以化解世上万毒的玉女黑猪丹 所以你下毒啊 对我一点用都没有啊 我这两个朋友啊 不用你担心啊 我自然有药丹给他吃 一世瘫痪的是你啊 所以我都不用用刀来戒花你了 那你这阵那个男人想一下真的没办法抵賴 我只要说 唉,我算服了服了你了 我把你解药拿出来 你会不会放我先 哦,那就要看你拿那些真解药 因为假的了 假如在我 在我心口里面一个布袋仔里面 你拿吧 你自己不会拿出来的 我 我的毒已经发作 我的手远来来 没力了 你 这阵的乞丐在旁边说 来来来,等我来啦 你放在哪里啊 我来拿吧 左边,左边靠肉 那件衣服的袋,袋里面 那乞丐就扣着手下去拿个解药了 一扣就扣了一袋黑色的粉出来 哇,一扣出来而已 那阵脏就臭得不得了 那乞丐就不明白了 喂,这些是解药来的 是啊 你,麻烦你 快点用水 冲一,冲一碗给我喝啦 那乞丐就拿了个碗 正向水缸塗水 怎么知道那男人就说 慢着,慢着 那个水缸里面的水 我,我都落了毒 不,不喝得的 你,你去打那些山,山溪水啦 那乞丐就问 水不能够用啊 那锅里面的汤水行不行啊 不行啊 锅里面我都落了毒啊 小燕啊 小燕啊说 怪不得我不见你落毒啊 原来你早在缸里面 锅里面都落了毒啊 嘿,这么说 那边那锅里面的粥都不喝得了 是,粥里面我都落了毒的啦 那为什么我见你们时时时时在那里吃 就是我不见你们中毒的 是我们不起 没有毒过那些粥粉 然后才落毒的嘛 那这里的店小燕 没见到你落毒的嘛 我们落毒的手段 又怎么会被人看得出啊 被人看得出啊 我们就不叫毒气使者啦 毒气使者 慢着 你是贵了九龙门的人啊 是啊 那九龙门那个 酥老老婆婆 是什么人啊 哦,哦 她 她就是我们的掌门啊 那你是她什么人啊 我是掌门的使者啦 啊 这么说 你是九龙门的西派人了 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 那个神秘的乞衣 现在在山坑水里 拿了一桶子山溪水回来 小燕就赞他说 你都挺好手脚 这么快就拿点水回来 这时候乞衣看了小燕 嘿嘿嘿 这样笑了一下 她一笑 那段牙白雪雪 但那块面是黑不辣 骯髒了 好像我们见那些黑人那样 那乞衣就说 哦 现在救人嘛 不快怎么办呢 她说完 就倒了三碗山溪水 准备将那些 很难闻的那些药粉 分别倒到三碗水里了 小燕就说 喂喂喂 你乱倒什么呢 你怎么知道一碗要倒多少啊 哦 喂喂 倒多少才对啊 半 半瓷羹就够了 这个黑衣用的瓷羹 在三碗清水中 每碗若莫倒了半瓷羹 那些又臭又难纹的粉 用手指搅拌均 他先捧了两碗给同家兄弟 怎么知道小燕就说 慢着慢着 他两个不好吃着 喂 你先吃先 我真是伏了你了 到现在 你还不相信我 对你们九龙门的人 小心点好 那男人就不理得那么多 拿着那碗水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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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了 那就是叫行得了 就是没了毒 那小燕望望才要放心 对同家兄弟说 喂 那你们两个快点喝吧 這對活寶馬上拿那些藥水滾滾滾滾滾, 又是喝了, 隔了一會兒, 他們兩個在地上啪啪彈分起來, 他們一站起來就說, 嘩, 嘩, 什麼藥水這麼難喝的, 哎, 如果我不是躺在那裡, 我情願死, 又苦又臭, 還需要那些女人洗藥水的水, 小燕問, 什麼女人洗藥水的水很臭的嗎? 你問過嗎? 不問過, 我問過, 我媽的洗藥水就臭到不得了, 搞到我幾天都吃不到飯, 這陣子那個小風突然跳到那個男人面前, 抓住他心裡問, 你死人, 我和你有什麼仇, 你夠膽這樣害我, 我, 我打死你, 小燕來說, 哎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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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半條人命了, 達鬼達馬嗎? 哎呀, 你敢動他呀, 他不死都快了, 那黑夜旁邊說, 算了, 他都拿了解藥了, 就放他一馬咯, 反正他都受了傷了, 按照這兩兄弟的本性呢, 本來想一一脫就打死他, 那麼一聽他們兩個這樣說, 就說又說, 好, 我今天放過你, 以後你不要再被我撞到我, 要不是我撕開你兩邊。 這陣子小燕去那個男人說, 那麼你還快點走, 回去告訴你的掌門, 他再這樣跟我搅搅陣, 我親自去到貴州, 踩破他的蛇斗, 叫他江湖上除名。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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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你, 不殺主人。 說完那個男人掌握住他的胸口, 趙下趙下就走了。 那個小燕又沒事了, 自己一堂三就拿了兩頂銀出來, 對那個一直愚愚愚呱呱呱呱老闆和伙計說, 这里有二十两银 够不够买了全部家产 老板不明白 少爷 你想买了我的家产 当然了 因为你的汤 你的粥 连水缸都有毒 说不定你那些什么牛杂 老猪头肉都有毒 我不想你再害人 那就不用买了 我把那些东西买了 那就可以了 我不敢要少爷的银 算了 你拿银去买新的锅碗 这里凡是吃得用的东西 全部打烂它 埋在地下 银不够 我再去给你的 够了够了 二十两已经有多了 有多 有多就建那家草棚 什么我家草棚都有毒 都要拆吗 是啊 最好将所有的东西 全部用火烧光它 你两个去水溪那里 冲干净粮的身 说不定你两个身上都有毒 算是吗 我们身上都有毒 那黑衣就说 大叔 大哥 这位少爷说得没错 你们还是去山溪那里 冲干净粮再回家 你还是去山溪那里 免得害了你家里的人 小燕就说 快点拿银快点走 这里草棚的东西 由我们处理了 好 我就走了 老板和伙计拿银 就立刻走 不走 不见人 小燕和同家兄弟说 来来来 我们夹手夹脚挖个大坑 将所有吃得的东西 埋在它 然后一把火 将草棚烧干净它 那个乞丐就说 不用了 你们三位休息一下 这些事我做得了 我们大家一起做不更好 同家兄弟说 是呀是呀 一起做热闹点嘛 他们两个说完 竟然唱起歌仔 齐城城 齐车车 大家齐做好过过年 你动手 我动脚 大家笑 啵啵 啵一声 他们将整袋碗的地盒一顶 接着一脚踢到水缸里 碰 水缸飞出草棚 踏在地盒里碎了 小燕就说 喂 干嘛 你 什么呢 打烂它嘛 留下还有用 我叫你挖个哄 把这些东西 把这些东西埋起来嘛 你这样踢在那里 它都水缸四围散开 不是一样那么坏 哦 不踢都踢了 那现在就挖哄咯 那乞丐就说 算了 我去挖呢 他笑风就说 没错了 没错了 你看你身上这么骂 你挖哄就最好了 那小天就说 哎呀哎呀 挖哄又骂又累 不是我们这对大英雄做的 小燕就骂了 你们身上才骂了 还快点去 小燕这阵对乞丐产生好感 他对乞丐就说 乞丐哥 不如这样 你和他们一起去挖呢 那那时候 过对活捕就望着小燕 不仅是我们三个挖的 你不和我们一起挖吗 鬼仙跟你都一起挖了 这么多口 早知道等你们再中一次毒就最好了 哦 阿哥 那小兄弟不和我们一起挖 那我们怎么办 怎么办 挖坑又骂又累 在这里又怕中毒 兄弟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我们走 哦 好 走 这队活捕说走就想走 小燕就急了 喂喂喂 你们去哪里啊 我们不跟你一起了 我们不走干嘛 你又反正有这个 骗黑衣仔在里 你还要我们干嘛呢 喂 你们两个说 带我来找人的 人都没找到 你们这样就走的了 咦 我们带你来找人 找什么人啊 喂喂 你两个不是真的毒到疏了嘛 带我来找人都不记得了了 没有啊 我们什么时候带你来找什么人呢 好啊 你两个这样是吧 好 你不是带我来找人 带我来干嘛 来这里玩 这里不好玩吗 玩你的头啊 你还弄固我 说人家骚的声 拔出的贱在肚腩仔那把软剑出来 那对活捕吓了一跳 说 喂喂喂喂 你干嘛 玩玩一下又拔把东西出来 想杀我们啊 收声 总之今天找不到我傻哥哥呢 你两个迷想只离开我半步 那个乞丐看到小燕真的生气了 我马上劝来说喂你不要这么认真啦 他在玩你的而已 乞丐 这里没你的事你先走开吧 你等个队活捕互相望望 一个就问 兄弟 你知不知道现在发生什么事啊 啊 阿哥 奇怪了 什么他叫个乞丐走开的 那乞丐就说 两位哥哥你不要再哄他了 他生气了不是说玩的 有个活捕说 乞丐 他叫你走开 那你还不走开 那你不走开你跟他玩了 另一个说 是呀是呀 他要找什么傻哥哥 你傻弟弟 那你带他去找吧 我们不想跟他玩了 这对活捕今次说完 真是走路 身形一闪 两个飙走就不见了 哇 小兄弟生气得真是气顶 就想追 你知不知道他乞丐一手牺着他 你不要追他们了 你干嘛 拉着我干嘛 放开我了 小兄弟 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我找你 我找你干嘛 你 你不是来找我的吗 你收声啊你 我来找我傻哥哥的 你是什么东东 小兄弟 那我就是 那这个乞丐的就是 我是什么呢 到底他是不是小燕 那个傻哥哥啊 还是有什么人 弄古造怪来 骗小燕 装他入城呢 哈哈 明天记得听下去啊 明天记得听下去啊 杀瓶 看到了